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对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持续不良的生活习惯 接触异常环境等 人类肿瘤发生率不断提高 又发癌症的因素有很多 虽然其中的环境遗传因素我们改变不了 但是我们能控制的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 今天就让小关来告诉大家 那些致癌的不良生活方式 以及癌症早期自我检测的方法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致癌的不良生活方式有以下十点 一 常憋大小便 因为手头上的一些事 因为不想离开被窝 很多人都会选择憋尿憋大便 但这一憋就可能憋出癌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生内科主任医师 罗健教授表示 有遍布排可能憋出大肠癌 而排尿不仅能排出身体内的代谢产物 对泌尿系统也有着自解作用 憋尿不但损伤膀胱的扩约肌 还会使尿液中的有毒物质不能及时排出体外 延长了尿液中致癌物质对膀胱的作用时间 容易诱发膀胱癌 二 常吃熏腊肉 腌 熏 辣的肉类能少是就少吃 这些加工肉当中的致癌因素是多重的 第一 加工肉制品含盐膏 吃得太咸会导致胃粘膜屏障的慢性损伤 日久会增加对致癌物质的易感性 导致胃癌发生 第二 为了保证风味 给食物防腐 亚硝酸盐在这类肉制品中广泛使用 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 但和胃内蛋白分解物结合 形成致癌物质 亚硝胺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三 吃得太单一 水果 豆制品 蔬菜 粗粮 各食各样的食物每天都吃一些 其实一种食物再好 从营养价值和有效物质上看 它也不是全能的 也是有局限性的 只要不是有过敏反应 或者药物忌口或者其他禁忌 那些除了过度加工之外的食物都吃一些 累积起来的好处绝对不会差 四 吃得太烫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其实这也是一种饮食观念 但是喜欢食用烫的食物的人 食道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伤害 食道上受到热刺激的细胞发生突变的几率 就会大大上升 这样得食道癌的几率就大了 除了烫的食物 经常喝热茶的人也会得食道癌 并不是因为茶的质量问题导致 而是喝茶时茶的热度所影响 通常喜欢喝茶的人都喜欢趁热喝 这样才能品出茶的味道和特点 但是往往忽略了是否太烫 温度是否合适饮用的问题 五 一直坐着 上班一坐就坐一天 回家陷在沙发里 肩颈腰背 持续保持固定姿态 坠肩盘和几肩韧带长时间 处于一种紧张僵持状态 就会导致肩颈腰背 僵硬酸胀疼痛 或抚养转身困难 特别是坐姿补当 如脊柱持续向前弯曲 还以加速形成驼背 和导致骨质增生 由于骨盆和底额关节长时间负重 会影响腹部和下肢血液循环 也亦诱发便秘 挫疮 关节退化 还会导致下肢麻木 引发下肢静脉曲张等症状 千万别以为坐久的危害 只是伤颈椎脊椎 日本医学家发现 外癌患者大多是平时吃得太饱 或者久坐不动的恶人 美国研究也表明 久坐的人比常运动的人 患节肠癌的可能性 高40%到50% 男性还易罹患前连腺癌 六 总是熬夜 睡眠对身体的重要性 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一个好的睡眠 能够让身体各个部位 都得到修复以及修养 进而可以更好地为身体提供支持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熬夜的习惯 经常还会失眠 每天晚上总是很晚才会睡觉 经常熬夜的人 大脑得不到休息 而且夜间活动 还需要大脑提供支持 久而久之 脑部的神经一直紧绷 就容易出现问题 英国科学癌症研究中心 研究了世界各地 一千余名 30岁到50岁的癌症患者 发现 其中99.3%的人 常年熬夜 凌晨后才会休息 熬夜一方面会造成生物中紊乱 另一方面 夜间灯光会破坏人体 褪黑素形成 而这是保护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一环 缺少它 容易让白血病 乳腺癌 前列腺癌 找上门来 7.吸烟 中国吸烟人数已超过3亿 每年因吸烟导致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100万 至2050年 将突破3000万 令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 遭到二手烟危害 烟是人类的第一杀手 烟草也被国家确定为一级致癌物 吸烟与肺癌相关 同样也是鼻烟癌发病的主要原因 烟胶油内含有4000种化合物 其中至少有43种化合物会引起癌症 肺癌 喉癌 食管癌等超过三成的癌症 发生与吸烟相关 吸烟还会造成二手烟 三手烟污染 8.常在油烟环境 油 煎炸食物的油 留下来再仿佛做菜 多次加热的结果就是 高温条件下产生的 致癌物质积累的越来越多 油烟中含有大量的油毒物质 会损伤呼吸系统 增加肺癌的可能 炒完菜之后 千万别为了省电 而马上关掉油烟机 一则刚炒完菜 厨房中还留有大量的油烟 二则油烟机管道中 还存有大量没有排径的油烟 如果这个时候马上关油烟机 其实跟没有用是一样的 木质餐具 木质餐具要经常换 因为木质的餐具很容易发霉 在各种霉菌中 很有可能就有大名鼎鼎的黄曲霉 1993年 黄曲霉毒素 被世界卫生组织的 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 一类致癌物 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 9.爱吃烧烤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烧烤的美味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而与此同时 烧烤对癌细胞的滋养也是不可忽略的 烧烤中有两类致癌物 一类叫多环方厅 另一类叫杂环胺 多环方厅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种类繁多 但是我们无法完全回避 本病皮的存在 燃烧有机物产生的烟 无论是鸟鸟吹烟 还是滚滚浓烟 都含有本病皮 烤肉产生的烟自然也在齐烈 烧烤时食物与燃烧产物直接接触 除了烟尘中的多环方厅 由于烧烤时温度较高 有机物受热分解 经缓化聚合而生成多环方厅 使食物中多环方厅的含量明显增加 在烤肉中发现的 本病皮 是其中著名的一种 也是最早被人类认识的 化学致癌物质之一 烧烤中 另一类致癌物 环杂胺 目前产生机理还不明确 根据现有的认识 肉类中的基酸 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 是杂环氨的前提 而高温和长时间加热 是产生条件 加热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水分含量越少的食物 产生的杂环氨就会越多 十 情绪抑郁 研究者发现 情绪会通过下丘脑垂体 系统影响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从而改变 肿瘤发生发展的进程 保持快乐 能更好的抑制肿瘤的发展 以上十种致癌的 不良生活方式 你占了几样呢 小观想提醒大家 注重身体健康 不要忽视身体上的异常 有了不适 及时去医院检查 明确原因 接下来是癌症 早期的自我检测方法 一 长期声音嘶哑时 应对照镜子 张大口深呼吸 观察咽喉部 有无种大的扁桃体 及其他种物 二 长期原因不明发热时 应注意测量体温 每日四次 早中晚夜间各一次 连策三天并做记录 必要时查血肠规 血尘等 三 男性应注意 阴晶包皮是否过长 尿道口是否有溃疡节节 阴晶冠状钩 是否有一出血的菜花样种物 四 食欲不振并出现销售 上腹痛时 若伴有恶心呕吐 要注意观察呕吐物中 是否带有黑褐色内容物 注意观察大便 是否成柏油状或带血 大便的形状是否有改变 五 女性月经过后一周时 对照镜子 观察自己乳房的外形 有无改变 乳头是否凹陷 将对侧手指并拢 触摸乳房是否有肿块 肿块的硬度 活动度组合 是否与皮肤粘连 乳房表面皮肤 是否有聚皮样改变 有肿块的乳房 同侧液窝 是否有肿大的淋巴结 六 女性每天或每周观察 白带中是否有血型分泌物 白带是否带有腥臭味 七 每天大小便的习惯 有无改变 特别注意大小便时 有无疼痛感 下坠感 及分泌的外形 有无改变 小便时观察射程是否缩短 有无白色分泌物排出 有无血尿 婚姻部是否有不适肝等 八 剧烈活动后 出现四肢疼痛 且活动受限时 应注意四肢关节 有无肿物 皮下是否可触摸到肿物 若肠骨部位 出现无痛性肿块 应及时去医院 骨科就诊 九 长期咳嗽时 应注意咳出的痰中 是否有血丝掺杂 注意咳嗽的时间 胸痛的部位 血量的多少 血丝的颜色等 十 随时留意身体表面 各部位的黑质变化 注意是否在短时间内 生长迅速 破溃 注意身体表面 有无经久不遇的慢性溃疡 十一 最少每月一次进行触摸 颈部 液窝 腹骨沟等处 检查是否有肿大的淋巴结 一般认为 小于花生米大小的淋巴 属于正常 肿大的淋巴结 质地如何 是否固定 有无压痛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您对不良生活习惯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